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 谋光赞得分 谱玉如是摄中大摩尼云一 一切如来筑毛孔中贤放光明 于光明中而说颂言 这个一段是借前身后 第一句话就是总结前面 谱玉如是是刚才讲过 这十种大摩尼云一 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 这个时候一切如来筑毛孔中 我们要特别注意 筑毛孔中 先放光明 于光明中而说颂言 筑毛孔就是一夜毛孔 华言经上 凡是讲到如来境界 都是用毛端毛孔微尘来显示 这个意义非常之深 使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世界 使无限的维持 重叠而不紊乱 经上所讲的跟科学家所说的 完全相应 但是科学家所讲的 没有佛法讲到这样的细致 讲到这样的精微 一切如来如是 我在前面跟诸位谈到过 一切众生无疑不如是 只是众生迷而不绝 诸佛如来呢 跟我们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是在他 居耳不明 僧佛真的是因念之间 因念觉 众生就成佛了 因念迷 那就永皆轮回 所以我们学佛 不能不重视觉悟 一定要大彻 Mars 一定要大彻大悟 我们才能够得到 佛法真实的受用 佛法真实受用 就是经上讲的 我们自信 本具的得用 宗门常讲 父母未生前本来灭目 祝佛菩萨的受用 只是把本来灭目恢复而已 这个里面就得大自在了 现在请看下面的寂寞 第一首 普行变诸余诸差 作宝莲花众所观 一切神通弥补性 无量三昧见乳 普行三昧语 这一首记就是说 菩萨入地 这在前面 这段经文 我们都读过了 这四句是做总结 这个境界的声光 无有穷尽 我们读这四句寂寞 字字都要留意 不能够轻易看过 扑形变诸与注差 这一句那个变字重要 注字重要 注差 很难体会到啊 我们通常看到注差 好多佛迪道场 这个看得很浅 一点深度都没有 你只看到表层 你没有看到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是什么 这个世界 我们讲啊 我们讲啊 静虚空变法界 由世界还未成熟 祝福插土 每一个插土 都有祝福如来 有无量菩萨 还会围绕 这个是大臣经教里头 常讲的啊 在华言经里告诉我们 佛的毛孔 每一个毛孔里面 都现了世界微尘海 苏的佛刹 佛刹里面祝福 菩萨还会围绕 在一毛孔当中 一毛孔如是啊 一切毛孔都如是 这个我们没想到了 不但一切毛短毛孔如是啊 一切微尘 每一列微尘也如是 这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个里面呢 都有祝福如来 都有菩萨菩萨在入定 菩萨菩萨做宝莲花了 众所观啊 都看到菩萨菩萨在入定啊 菩萨菩萨多少呢 没有法子计算了 没有法子计算了 重重无尽 重叠的世界 这是四十字真相 如果主要明白了 我们现前这个身相 是一个身相吗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 正报的毛孔 一报的微尘 都现了整个宇宇宙 插图众身 我们不例外啊 我们也在其中啊 然后你就知道 佛身无量无边 普邪菩萨身 无量无边 众身身 也无量无边啊 我这个身呢 还是无量无边啊 我自己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尖叫大不思义尖感 一切神通弥不屑 通常我们讲六种神通 神通无量无边 归拿成六大类 华言上讲十通 舍代表圆满 代表无量 无量三昧皆能如 什么叫三昧 前面跟诸位详细说过 可不能忘记啊 三昧是镇兽 这个名词是繁语英语 翻成中国意思镇兽 正常的享受 无量无边 境界里面 他的受用是正常的 那么佛说 我们九发界凡夫 受用是不正常的 我们没有三昧 不正常啊 不正常的享受 是什么呢 五种受 你的心有忧习 两种 那个受感受 无量无边呢 把它归拿 拨外乎这两大类 心有喜 有喜欢的受 有忧虑的受 身呢 有苦受 有乐受 如果身 没有苦乐 心没有忧习 这个时候叫食兽 九发界众生的兽啊 总不外乎啊 这个五大类啊 这五大类是不正常的 六道凡夫啊 都堕落在这五种受 里头啊 所以很苦啊 那这五种受 统统都离开了 都没有了 那叫真受 那就叫三昧了 那这个话 诸位要听得 还不能明了的话 我们换句话说 我们眼见色 耳闻声 鼻袖香 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 那个境界清清楚楚 明明的的 而自己决定了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时候叫正受 如果我们六根 借出外面境界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执着 正受就没有了 我这样讲法呢 就比较好懂一点了 于是我们要想学三昧 执行三昧 是真正 究竟圆满的三昧 怎么个修法 怎么个修法呢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六根对六尘境界 去练 练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叫修 这叫修定 这个定 在楞严经里面 叫熟楞严大殿 在华严经里面 我们前面读过了 这个普贤三昧的名称 叫一切如来 批怒哲纳 如来葬神 这三昧叫三昧 如来葬神三昧 我们简略地称呢 普贤三昧 非常重要 你要学大臣 你要学华严 这个三昧 华严宗人 也常常称之为 法界三昧 或者说 法界大令 这名词很好啊 意思相当圆满了 净虚空 变法界 我在这个理念 都能保持着 如如不动 都能保持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你能有这个功夫 你的信德了 就先前了 我们常讲的三个圆满 圆满的智慧 先前了 自信本具的薄弱智慧 圆满的德能 现前了 万德万能 圆满的向好 现前了 这三个圆满 获起来 称之为 大圆满 大圆满呢 是普贤三昧当中 显示出来的 不是从外头得来的 是自信本具的 我们应当 要学 学了 才有受用 念不肯学 这个里头 真实的功德 我们得不到 我们没有办法 入华人境界 入华人境界的 关键 秘诀 就是普贤三昧 换一句话说 普贤菩萨 真正的受用 受用 如果我们 这个 对这个名词 概念 还模糊 我们再换个名词 享受 好懂 好懂 我出入佛门 方东梅先生 把佛教介绍给我 他说 他说 他说学佛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人生最高的享受 在哪里呢 在大方光 佛花 你能够 你还是过六道 凡夫的生活 你过不了佛菩萨的生活 如果你要学会普贤三昧 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 就不是凡夫的生活 那么普贤菩萨的 这个三昧 怎么个修法 最简单的说法 你很容易懂的 六根解除六成境界 解除的就寥寥分明 清清楚楚 那是会 不是叫你眼睛不看 耳朵不听 叫你不接触 不是 这个是一臣大法 这不是小臣 小臣是叫你原离 你的清净心 这个原教大臣 是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你看得清清楚楚 会呀 什么都知道 都明了 心里怎么样呢 如如不动 就是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用心 像镜子一样 你看镜子 照外面的境界 不是照得清清楚楚 一样也没有遗漏啊 镜子有没有分别 镜子有没有执着 镜子有没有起心 镜子有没有动念 我们每天早晚洗脸都照着镜子 那个镜子 那个镜子就是普鲜菩萨 你又认不认识他呢 普鲜三昧就是一面镜子 照得清除 是圆满的 不如智慧 不分别 不知足 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普鲜三昧 就是一切祝福 皮弱这儿 如来葬身三昧 我们要明白啊 我们要天天在这上练功啊 这叫真功夫啊 你不在这上短练 你怎么能过佛菩萨生活 你怎么能入华严境界 所以我在前面跟主说 你果然入得了这个境界 香港就是华藏世界 九龙就是极乐世界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加了 佛在大臣经上常说 静随心转 一切法从心响生 我们都能证实 服这句话 一切金论之中 我们常常看到世尊 对世人的无穷的感慨 他说一切众生 可怜明知 众生真可怜 可怜在哪里呢 可怜在六根皆出六成境界 齐心动念分别之处 就可怜在这里 佛的那种甚深感叹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修佛的人 言教的人 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 云容 就近的这个教理 你体会不到啊 再看下面这个寄宋 下面有两手办 清凉大师 在诸节里面给我们说 直属前变 这是刚才我特别跟诸位同学提起的 普行变柱 注意那个变子 那么这一手办呢 这两手办呢 你看看就讲这个变子了 我们先讲这一手 首先 普行狠以种种身 那种种身是什么身呢 所有一切现象 你眼见的色 耳听的音声 鼻秀的气味 血肠的这个无畏 身体一切的接触 无疑不是普行声 这个意思 如果不是从前面一直听下来的 你很难懂啊 我们这里这个 这个普行声 你马上会起一个幻想 我美善普贤菩萨起一个白相 你会想到这里去了 你不能够了解 这个华言里面的直属 那个造的形象是标发的 你一定要懂得意趣 你才知道这个造像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很多人喜欢造佛像 以为有功德 没错 但是造的佛像 如果一切众生看到这个佛像 不懂的是什么意思 就没有功德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一切形象需要有人解释 以什么解释呢 以经典解释 你懂得解释 懂得它的意趣 你才得受用 你才知道 这是一回什么事情 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 学悟了 帮助自己 醒过来了 无量节都迷糊颠倒 都好像在睡梦当中 现在一下醒过来了 有这种感觉啊 发界周流 是充满了 如果它是一个身相 它怎么能发界周流系统啊 我们是从前面一直坐到此地 明白了 一丝毫 疑惑都没有了 三昧神通方便利 云因广说皆无碍 云是圆满 因在此地 我们决定不能只把它当作一个意思来看 因是代表 说也是代表 说法 由无说而说 什么叫无说呢 现象是无说 甘熟的众生看到这个像就觉悟了 那无说而说 说而无说 这个意思在圆满呢 宗文里面 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 有不少 修缠的大德 他开悟并不是听说法 听风声 雨声 开悟了 风声 雨声 就是三昧是三昧神通方便利 有人看 花开花谢 开悟了 花开花谢是三昧神通方便利 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啊 这是什么语言 一出动 豁然大悟 那个语言 出动他 就是三昧神通方便利 这一句话很难讲啊 很不好懂啊 这是真地境界 不是假的 所以 一切发了 从雨延伸啊 每一个人的机缘 都不一定 什么时候 这个云 促行你 误如了 那一个云 在那一刹那之间 那一种景象的云 就是 普行三昧神通方便利 这是真地 一点都不假 继续看底下的技术 一切刹中 诸佛所 种种三昧 心神通 一夜神通 心周便 受方 国度 无一者 如一切刹 如来所 鼻刹成中 喜悦然 后面两句是总结 一切刹中 祝福所 这一句 你一定要知道 是 无尽 无数 重叠的 时空 我们用现代的名词来讲 讲时空 用佛法的名词来讲 就是法界世界 虚空法界 诸佛刹土 是重叠的 无量 无边 无境的重叠 它重叠 有一点都 不杂 一点都不乱 这个不可思议 我们世间法 一重叠了 就混乱了 就混不清了 它是 无量 无边 无数的重叠 清清楚楚 一点都不乱 这怎么回事 如果用佛家的术语来讲 吴大德常说 自信 发而入实 这一句话 答复得很好 但是这一句话 不好懂 其入境界的人 一听就点头 肯定 没有入境界听了之后 茫然 不咎 他听不懂 不知道 你在讲些什么话 所以 这个一句里头的意思 太深 太广了 种种三昧 心身头 种种三昧 到底有多少种呢 跟一切差种 祝福俗 是同等的 不增不浅 虚空发解 无量 无边 无尽 那种种三昧 也是无量 无边 无尽 决定 是等同的 在这个里面 我们才真正体会到 平等 真发解 平等 是佛 说出来的 夜夜神通 是周边 无量 无边 的神通 也能见 是神通 耳能听 是神通 佛法通常想的 六通 这个六 是六大类 就是把 无量 无边的 这个神通 归纳为 六大类 这是为佛 为了教化 弟子 言说 方便 而切实的 把他归纳了 好讲 每一大类 都是无量 无边 任何一种神通 都周边 发解 周边 一切 佛刹 我们常讲的 周边 虚空 周边 罚解 周边 刹土 周边 众生 无不周边 射方 过途 无疑点 射方是讲空间 一个过途 都没有遗漏 那我要问 我们现在这个过途 在不在其中呢 在其中 没有遗漏 在其中 我们为什么 一点感触 都没有呢 那套一句佛经 里面的话来讲呢 业障 深重啊 这个话 没有讲错 确确实实 业障 深重 什么叫 业障 业实讲 你的造作 你的造作错误 障碍了 你的信德 这业障 你的造作错误了 错在哪里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 错在其心动念 分别之中 你错在这 出现听里头 佛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 执着而不能振得 这佛说了 你本来 你的智慧 你的能力 能力就是今天讲的神通 你的向好 向好 不止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你看大经里面 赞佛的报身 佛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通通通死掉了 这个事不是真实 迷失了 就是你有障碍 把你的智慧 得能向好 障碍住了 你不能先前 你变成苦恼的众生 学佛没有别的 恢复自己的本能而已 你以为本能以外 你还想多这一点东西 没有这个道理 恢复本能 自信本具的薄弱智慧 自信本具的无量的能 自己自信本具的 庄严相好 通通是自信本具的 所以佛在论言会上 讲得很好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为什么你所得到的 都是你自信本来有的 所以叫没有心的得到 是恢复信得而已 诸佛如来 他们是已经恢复了 诸大菩萨呢 现在在做这个工作 也将要圆满恢复了 他们恢复一部分 还不圆满 我们今天是完全迷失 才刚刚听到这个消息 这个讯息 听到这个讯息 上根立志的人 他立刻能信 能解 能行 那他恢复就不难了 怎么个恢复法呢 我学佛真的是非常幸运 头一天 认识张家大师 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知道佛法很好 我问他 有没有方法 叫我很快点 就切入 我这个问题提出 张家大师 冷静了半个小时 才答复我 那时间很长啊 他眼睛看着我 一句话不说 那个场 这个形象 装眼俗目 我全部精神贯注 听他说法 到半个小时之后 给我说了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确确实实 一句一个字 废话都没有啊 我接着问一句 从哪里下手 他差不多 过了五分钟的样子 答复我 不失 我头一天 给他见面 两个小时 就谈几句话了 一生受用不尽 真的是 自自足迹 什么叫看破呢 对四十真相通达明了 是什么 什么是方向呢 与一切境远当中 决定不生 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 你要把齐心动念放下 齐心动念是无名啊 分别是沉沙烦恼啊 执着是尽私烦恼啊 这一放下就 转烦恼成不体 智慧就开了吧 你的忧虑 不安 恐怖 真的一扫而空 你在这年练功 古大德讲 你要把这个境界保任 保任是保持 不要把这个境界失去 时间久了 功夫深了 你一定误入 真正善之实 借淫大众啊 直到我们呢 那个言语是斩钉断铁 没有拐弯抹角的 简单明了 这才能得受用 幕后这两句总结 如一切差如来所 这是戒前面 我们讲的是 净虚空便发戒 一切诸佛刹土 一切如来菩萨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彼岔沉重 是依然啊 你看看 前面 叫毛孔 这个前面 一切如来 一切如来 某孔咒 现在呢 他就换了 比一差沉重 微沉重 微沉 一报最小点 一报里面 献正报 一报里面献 一报 正报里面献 正报 正报里头 也献 一报 你从这些 句子上来看 你就能看出 重重无尽 重重无尽的插土 重重无尽的发戒 一戒然呢 都像这个样子 你从叶发里面 见到了 一切里头 统统都见到了 这个时候 你的星亮 脱开了 你星亮 不脱开的时候 你只能见到 一面 你不能见到 重重无尽 一定要见到 重重无尽 才是见到 似是真相 下面有两句 说明 进阶的 所以然道理 说明进阶 所以然道理 这个后面 总有 无忌半 这个是 心 说这两句 说他的 阶 有阴 有阴 有阴吗 阴 历 便 俗信 俗信 三位神通 四 匹努 遮那 之 月里 匹努 匹努 真 那 是什么意思 啊 华阴经里面的 法生佛 名为皮诺侦娜 皮诺侦娜是凡语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翻成中国叫便意切除 皮诺侦娜不是一个形状 不是一个身像 我们今天造皮诺侦娜佛 造一个像 为什么呢 没有这个形象 没有法子体会到 造这个像 你看到这个像 你就想到你不能着像 你一着像就错了 你看到这个像 你就想到 我们的真心本性便意切除 皮诺侦娜是我们的自信 是我们的真心 在华言会上 称之为法身佛 前面所说的 在这一篇经 一直讲到这个地方 所限三显三昧 所限三昧是普贤菩萨 入定出定 这是三昧四 前面讲的呢 普遇如是世中大魔女 王云 那是神通四 那是神通四 普贤菩萨还没说话了 刚刚一出定 你看看 华藏会上 这些菩萨 就是这个这个 华藏世界的菩萨 这雌图啊 他方云集的菩萨 这个世方 世界来的这些菩萨众 无量无边啊 都到啊 佛所来集会 提出四十个问题 这是大问 提出四十个问题 请普贤菩萨来解答 普贤菩萨 在没有解答之前 先入三昧 先入定 这个意思 前面清梁大师 在诸节里面 跟我们说明了 普贤菩萨 是等觉菩萨吧 也可以说 普贤菩萨 早已经成佛了 道家慈航 退居在等觉位 谢祖福 接引众生 教化众生 他还需要入定吗 经上我们常常看到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普贤菩萨 还用得住 入定出定 还限这个下吗 清梁大师告诉我们 他入定出定 是做给我们看的 通通通是教学 他不需要了 我们需要 我们不懂 他做样子 给我们看 为什么入定 应接生定 应定开会 做出这个样子 给我们看 我们才晓得 我们要怎样开智慧 要如定 要怎样才能得定 要持戒 所以表现的是 戒定会三学 教导我们的 智慧开了 你才能大夫 这些菩萨提出的问题 你没有智慧 你怎么能大夫呢 所以后面 普贤菩萨 要为众菩萨 来解答这些问题 这就是一部 大方光佛华严经了 普贤菩萨讲的 他在讲之前 如定 换一句话 要解答这些问题 必须要真实的 定会 华严经是怎么说出来的 从自信本定 自信本具 般若智慧里面 说出来的 不是学来的 学不来的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苏信三昧神通四 我们明白了 皮诺贼那之愿力 这个愿力 就是信的圆满的流露 从这个地方 我们体会到 虚空 法界 刹土众生 共同一发神 经常常讲 摄放三十福 共同一发神 那个摄放三十福 实实在在是包含了虚空 法界 刹土众生 是我们一个真如本性 变现出来的 然后你才知道 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什么关系 你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才会大慈大悲 才能爱护一切众生 才能无条件的 帮助一切众生 就这么个道理 这就是皮诺贼那之愿力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感谢观看